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们餐桌上的选择是越来越多 亦说无可选择 台湾基隆这间小学 今个学年开始 学校供应的午餐 豆制品全面选用 飞机因改造的黄豆制造 在这一两年一直陆陆续续 一直有许多的讯息告诉我们 这个基改食物它其实在背后 它有很多的农药残留的影响 它其实会对我们孩子的健康 是伤害很大的 那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可以在 食材这个部分更能够把关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吃到更健康的食物 那会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 会对未来的发展 其实会是更好的 近年台湾食品安全事故接连发生 家长对学校每日提供的学生餐 要求液越来越高 经费的部分会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基改的斗制品跟飞机改的斗制品 它的价差有三倍 因为飞机改食材 它供应的厂商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去 透过许多的管道 去找到原来供应的厂商 今天有写什么好玩的吗 张明丽是学校家长会的积极分子 有份推动学校转用非基因改造食材 她说家长为了抗衡市面上的基因改造食品 即使要筹务经费 帮保学校推行这个计划 他们都在所不惜 我有一段时间是吃素 然后也有断断续续吃素 那在这吃素的过程当中 其实知道了这个基改问题之后 就变得很困扰 因为我们到一般外面去吃的话 它就是一般外面的豆腐豆干 那你问它来源 它说不知道啊 就是市场买的啊 它是没有知觉的 它没有知觉并不是它的问题 而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政府让整个大环境 就是充斥了这样的基改黄豆 然后我们都浑然不知 所以变成说 我身为一个家长 我没有办法处理我小孩子的问题 我发现我必须要处理一个环境的问题 我才有办法让我的小孩 活得健康又快乐 张明丽以往很少在家里煮食 但是自从验出身体里面 金属新超标之后 它开始关注食物来源 那我们就走进传统市场 或者是走进这个所谓的超市 可是你看不出这个菜到底是 有没有那些问题啊 有没有加什么药剂啊 或者是说水果没有喷什么药 后来我发现 我们食物里面因为要长途运输 有的是空运 有很多保存药剂 你知道这些真相之后 你就开始想 天啊我到底能吃什么 明白到食品制造过程中 一定会加入不同添加剂 所以张明丽选择食材的时候 就更加小心 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学会去看标识 然后去选择尽量吃真正的食物 而不要去吃那些加工过的食品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也开始去学会 真正的去面对生活 去了解说这食物到底是怎么做 我没有办法自己切实去做 在台湾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不吃加工食品 将粮食的自主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 如果我们对待食物的方式改变 那其实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把食物当商品的结果 永远就是最低成本跟最高利润 农药、化肥、很多情形也是一样的状况 它没有把消费者当自己人 因为消费者也没有把生产者当自己人 我们只是运用市场的机制去运作 可是我们如果反过来 把食物的体系变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社群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台北市 目前有二十几个这类有机农夫市集 消费者和生产的农夫可以直接对话 了解食物的来源 从而建立一个令大家安心的食物网络 这个是最原始的这种做法 现在都是那个自动分离式的 我手上拿的就是盐卤 就是我们吃的盐巴体炼到最后的结晶体 刚刚的豆浆现在已经花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们稍微盖锅盖锅30秒 然后它就会水吞蛋白质就分离了 民间团体用消费者力量影响食物生产模式的运动 刚刚起步 不过要改变台湾农业过分依赖农药的情况 依然困难重重 全台湾真正的这个有机农业的种植面积 占到全台湾的可根地面积不到百分之一 只有百分之零点六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们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想要就会有的 不是有钱你就买得到东西的 我们老祖宗以前就会自然农化 可是因为后来科学进步 很多那个荣耀什么的发血肥料进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样比较适成 因为发血肥料比较快 还是农药就比较快 农药你喷下去明天那个虫都死掉 你看得到 你第一个喷下去你第一个吸收到 因为你一定会呼吸 一定会吸进去 农药我们是第一个农忍第一个吃 我有买一个黄土面剂的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放置 两千多块 我以前要喷农药都买那个黄土面剂 因为我还在怕 最怕这个有草 这个有草都要吃干净 洪湘在台湾苗栗苑种番薯和细瓜 他说近年他改用有机耕作 虽然初期产量大减三分一 不过为了脚下的土地和众人的健康 付出这一点代价是非常值得的 像以前刺脚 你刷到田银你就不想踏刺脚 因为那个都有荣耀很多 你都不会想说刺脚上 可是现在像我就比较喜欢刺脚去田银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小孩子 去田银都很安全 所以那种土地的那种感觉 你就不一样 以前那种想法 不会觉得好像用荣耀会 对不起这个大地 你知道吗 那以前那个自然冠行荣法 可是现在你接触到自然荣法 你会觉得这样我们好像很对不起他 他一再地给我们经济和营养的来源 我们还一直用农药在害他 台湾的农业发展 在二战之后出现明显转变 现代化农业的推行 促使大型化工企业 积极向农民推广化肥和农药 结果越融越普遍 我们就是要让它赶快突长 我常常就想说这个是病态生长 就是会让它一直往上抽 所以它是把它的细胞是拉长的 所以相对上它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它做一些营养分的转化 所以它风味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风味 如果只顾提升产量的耕种模式 一天不改变 农产品残留农药的问题就只会继续 而味道就一渐消失 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它是不是有时间让它该成熟度 到它那一个该成熟度 所以它就会非常饱满 它会淀粉转化 它熟了以后 它会把淀粉转化成糖分 所以你吃起来就会 这个风味会特别好 所以我们有机种植的时候 它就是它速度会比较慢 不是用灌风的 要打气的让它凸长 所以好吃是在这里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时间比较长 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有足够的时间来生长 所以基本上这个作物它是比较健康的 程俊益在淡水这里推动第一个农夫市集 从农场直接将食物卖给消费者 它说这种直接对话 令消费者明白 要生产安全和品质优良的食物 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当然有机是对这一块帮助很大 就是对吃的安全这一部分 这一块 一定是安全的 因为每一个有机种 他们一定会 照这个方式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作物 然后不过就是说 我谈过说我们的面积还太小 然后价位还是有点高 不能让他非常评价 那我们将来就是 怎么让他评价 然后更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食品制造商为了要在整个的 零售的市场里面 在每一年有几百种 上千种的新食品里面 要取得消费者愿意持续购买 所以新的花招很多 当我们的食物只有那么多 比方说淀粉就是哪几种淀粉 那水果就是那几种水果 怎么可能有做出这么多 水蜜桃的口味的东西 或者是香瓜的口味 它绝对是要靠香料 商品的选择性 如果我们在一个超市来讲 一万种或八千种的商品 是很稀松平常的 可是在我们的合作是 大概一直位置在六百多样 所以在香精色素跟防补剂 这三块的地方 我们会比较计较 所以为了要降低不使用 所以就是用减法 把不要的 认为不安心的东西 把它减掉的时候 所以产品 我们就不谈商品 我们讲的是生活品或者食品 它就选择就不会太多 在台湾 民间关注食品安全的团体 近年不断涌现 他们相信集合消费者力量 可以抗衡食品製造商 不良的生产模式 甚至促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因为在全球化里面 其实铺获的能力是 是大型的资本家 才铺出来的流通的体系 在决定了我们吃什么 我们买什么 跟我们怎么生活 那我们希望小小的这样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小的平衡 我们不敢讲扭转太多 但是思维的扭转 是在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 是比较有可能去做 我们不只要卖的力量 是买的时候集结的力量 应该可以打破这种所谓的 物流载质我们消费者的这种现状 因为在全球化里面 王淑德说 除了发挥消费者求买力量 他们最希望改变的是 大众消费的心态 吃少一点 如果要吃好一点 真的要吃少一点 不要跟农夫计较那么多 但是跟整体的不浪费的运动 要挂在一起 还有很多可以在整个环节里面去补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少数觉醒的人在做尝试简约 可是我们看到绝大度的大众 其实是不晓得所有的环节 都在做另外一种更放大性的浪费 台湾粮食自给率 由六十年代达到百分之一百以上 食物供应本土之余 还可以出口外国 跌到今天近七成食物 要靠外国入口 民间团体近十年来积极推动 透过教育和共同购买去支援本土农业 从而希望提升粮食的自给率 在源头去保障食物安全 在香港, 超过九成食品依赖入口 消费者要确保食落土的食物是安全 似乎更加难 如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外面入口 对于自己的食物是完全没有控制权 人家给什么就要吃什么 安全性是很大的问题 控制权就是自己控制自己放什么 东西很贵, 有机的 如果我在农场, 我知道是怎么来 我就一定不会浪费那东西 香港人跟很多城市一样 浪费的食物是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大哥, 你想想自己 原来是可以选自己 浪费少一半 你想想自己的 给食物的钱是一半的钱 那就吃好些 不过不要浪费 对吧 关注食品安全的旷易行 提倡由农场到餐桌 缩短食物里程 扩大食物的自主权 保障食物安全 但香港轻视本土农业发展 有心的农夫面对不少困难 我们农业很需要有一个农业政策 为了农民可以很安心地 筹赏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生命 去种东西给我们吃 现在有些农友 几个月几个月去 修改他们的地租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是很大的困扰 究竟我投资好还是否投资好 会否明天这块地就去建屋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最希望政府 就可以有一个农业政策 起码说你多不多不少 你不是说我要百分之二十是农地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要有一个农业政策 在香港 根据政府的最新数字 农地面积由五十年前的一万三千公顷 跌到前年的五千公顷 下跌了超过六成 而当中气減率更高达八成 即是说有生产力的农地面积 只剩下七百公顷 其实你可以不用拿这么高 你拿着这里 打完就一速一整齐地 堆回到一个像和草山 即是我自己耕田的经验 就会反过来 用这个角度再去看 其实我们现在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所谓的食物 以及整个食物的工业 为什么可以这么繁盛呢 他因为要做大规模的种植 储存 或者要很长的运输 其实是根据能源 这个就很不同 很不一样 当我自己去种 我自己去吃的时候 其实距离就近到 是这样的 看回全球 每一个地方 即是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市 它都有定定每一个省市自己的 就是粮食供应的比例 香港其实 它算不算是一个自己的地方呢 当你连你的米的存量 就是你那个所谓的储备 我们现在说的是 我们只不过是在看两个星期 香港曾经供应过很多粮食给自己 它是说 打完仗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忽然之间 我们到现在 一说起农业就说人多地少 一些地要拿来住 不可以拿来做其他东西 一定要拿来做一些经济发展 价值更加高的东西 亲身落田中植 体会到现代化生产 怎样改变食物 人和环境的关系 始终的问题都是 现在全地球的 不同地方的政府 其实都是想城市化的 都是想将小龙赶走 都是想将农业集药 然后给大集团去经营 这个其实是令到 地球上六十亿人都没有例外 是和食物有关的风险是越来越大 只不过是我们城市的管理人 他觉得这个其实代表安全 多于代表危机 你可以透过你的投入 你不只是满足自己 你可能可以贡献到这一方寸的土地 令它肥肥些 又或者你可以种到一些东西 给其他人吃 我觉得这些真是意义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城市里 很多人是真的非常缺乏的 香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农业持续萎缩 不过周思忠他们 坚持在实践永续农业 运用社区里面的资源循环再用 希望推广这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令我们掌握食物的自主权之余 亦都可以减轻对土地和环境的伤害 是 这样,挂下去 好,100分,妹妹成功 因为本土农业应该不只是说 种的部分 而应该说 香港的人 他真的在吃的东西 有一部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一个循环 在转转转 有人种,有人买 买的人的钱 可能给予种的人 或者他吃完的厨物 或者各种资源 可以配合入香港的农业 这个系统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它既是一个 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身份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归属的问题 当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碗里面的食物 它们的来源 它们的生产过程 它们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和环境的关系 我们的未来 在稍后请收看 吴熟吴食 香港足运低潮多年 09年港队首夺东亚运足球金牌 犹豫强心针 政府拨款推行振兴计划 首三年拨款期即将戒满 有没有什么成绩 《鏗窗集》 下星期日晚7点35分 翡翠台